最近有几个病人在进行了肠镜结肠细肉切除后,术后病理发现结肠细肉有癌变,于是病人和家属非常紧张,关键是咨询了不同的医生,还给出不同意见。 有的医生建议做肠切除手术,有的医生不建议做肠切除手术,到底要不要做肠切除手术呢? 国家为纪委结肢肠癌者疗指南,指出,对于T17侵犯到粘膜和粘膜下层的大肠癌,如果切除完整,前缘和肌底肿瘤阴性,而且分化程度好的肢肠癌,则无论是带地还是广基,则不需要再行手术切除,因此对于进行M5而切除术后是否需要再进行手术切除,关键要评估以下三点。 第一,确保是T17,即侵犯粘膜和粘膜下层,没有基层侵犯,在肠镜下细肉切除,一般都采由内镜下粘膜切除术,即首先在粘膜下注射盐水和染料,使肿瘤抬起来,然后再进行切除。 如果肿瘤已经侵犯了粘膜下层甚至基层,注射时肿瘤就抬不起来,我们趁之为非体起症,这种肿瘤不适合做内镜,下粘膜下切除术。 换句话说,能做粘膜下切除术患者,都是非体起症因性的患者,确保即使肿瘤恶变,也是局限于粘膜层。 除此之外,还要进行腹部和胸部增强克拉扫描,以盘除有淋巴结合肝脏,反向转移。 第二,要确保是完整整块切除,对于较大的膝瘤,如果不能一次完整切除,是分次切除的。 这类病人如果发现膝瘤癌变,可能要建议,齐去进行手术切除,如果是一次完整切除以N block,则不需要追加手术。 第三,病理学评估必须切圆和肌底没有肿瘤,同时要排除一些高位因素如低分化线癌,肿瘤侵犯淋巴管或者神经。 这样的大肠癌不需要追加手术,因此对于膝瘤术后发生癌变者,只要是内静下颜膜切除术完整切除,排除远处和淋巴结转移, 气圆和肌底没有肿瘤,无高位因素如低分化线癌,肿瘤侵犯淋巴管或者神经。 这样的细肉癌变,不需要追加手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